今天带来史上最刺激的生存节目 原始生活21天 第二季第13集 澳洲昆士兰 这里有世界上最险恶的地形 炙热土地 住着全球最知名的动物 东部四眼镜蛇 太喷蛇 陆地上最毒的蛇 还有尖利獠牙的凶猛野猪 其中最可怕的是 世界上最知名的爬虫类 蛮恶 它们的恶比大鲨鱼的力量还大 体重可达1360公斤 身长近7米 这片隐藏着无数猎尸者的土地 将是我们挑战者未来21天的新家 丹34岁 来自俄勒冈州 是个经验丰富的渔夫 玛利亚32岁 来自加利福尼亚州 是灵长类动物学家 从小就对原始求生技巧很感兴趣 脱掉衣服 踩着炙热的土地 二人根据地图前往扎营点 在历史21天的挑战中 我们将看到丹和玛利亚 能否善用此地的自然资源 丹拥有丰富的打猎捕鱼经验 使他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充满自信 但少了打猎的装备 他想成为觅食者的渴望 将受到考验 丹的原始求生评分设定为6.95分 信奉佛教的玛利亚 相信大自然会满足他的所有需求 他的生活和觅食技巧有助于团队 但缺乏打猎经验 可能会使他过分依赖搭档 原始求生评分是7.0分 二人用了一上午的时间找到合适站点 倒在地上的千层树树干 可以用来当作围墙 地势比水面高还离水不远 在搭建棚屋之前 要先把火升起来烧水喝 避免出现脱水的危险 玛利亚的生活技巧无比娴熟 搭配自己带来的取火工具 轻轻松松便将火堆搞定 丹在附近发现了半截死掉的小蛋水恶 判断是某个体型更大的生物杀了他 也就是说这附近并不安全 他们得打起12分精神才行 也因为如此睡觉成了奢望 一夜没合眼让玛利亚非常痛苦 早餐是玛利亚采到的幼虫和炸梦 作为佛教徒他本该吃素 但在存亡关键的情况下 他决定要先放下那些规矩 但对搭档的表现非常满意 生活煮水早餐他都搞定了 那自己也必须得做些什么 这里的鱼非常多 但要在水里住一个小霸兰用来捕鱼 手法鲜熟的他很快捉到一条尖糖里 第二天就能吃上肥美的鱼肉 让玛利亚激动的不能自己 有这样一个搭档太幸福了 不过二人很快就发生了争执 夜里水喝光了 玛利亚不顾劝阻到有鳄鱼的水边取水 让丹感到非常生气 这种行为太冒险 也太不负责任 他生气的告诉搭档 再有下次就用绳子把他绑住 玛利亚也知道丹是为了自己好 很快便妥协了 食物方面 玛利亚喜欢挖白蚁吃 丹没有那样的耐心 于是决定再去水里捕鱼 对此玛利亚表示支持 并牺牲自己的头发 做成鱼网 丹无奈表示 其实不用那么费劲 他刚去河边逛了一圈 带回来一节枯木 里面蹲着一只肥肥的蝉蜘 当然 玛利亚的鱼网也不能白费 可以搭配枯木和蚂蚁做成陷阱 用来捕捉熬虾 也就是俗称的澳洲小龙虾 本来呢 这样平淡的生活 坚持21天不是问题 直到丹在营地附近 发现了第二只淡水鳄尸体 唯一能杀死他的生物 就是弯鳄 发现尸体的位置 距离营地不到40米 这可也太刺激了 暂时将心里的恐惧压一压 丹继续自己的狩猎行动 捕鱼陷阱 本来捉到一条小鱼 但一个不留神 被他从岸上跳回了水里 这给丹的打击 不是一般的大 重新振作之后 他利用起了鳄鱼尸体 割下鳄鱼肉 当做诱饵 放到陷阱里 等待期间 利用玛丽亚的鱼网 捕捉了几条小鱼冲鸡 说实话 花力气弄到这些小东西 很不值得 还得顶着太阳的暴晒 玛丽亚则保持着务实的态度 管他大小 有收获能吃 就比没有强 各自付出努力 拿出最好的表现就够了 第13天 丹的目标从水里转移到路上 他挖了一个大洞 试图捕捉野猪仔 可以说这是他的最后一搏 在挖洞上面 几乎耗了所有体力 如果没有收获 那他的挑战很可能面临终止 傍晚时分 玛丽亚带着十条小鱼回到营地 给疲惫的搭档 带来不少蛋白质 也让丹恩再一次对他刮目相看 并且改变了他好高骛远的态度 没有工具的情况下 大型猎物哪有那么好捕捉 尽可能的多获取一些小东西来吃 也未尝不可 下午三点左右 突发意外 玛丽亚的舌头发麻 胃部灼烧 貌似是食物中毒的表现 他喝了一些水 吸食毒性 随后给自己催吐 尽量把胃里的东西吐出来 丹在旁边无比自责 因为导致玛丽亚持物中毒的源头 就是他从水里捞回来的蜗牛 不过现在最主要的是 帮助他度过困境 长久以来 原住民使用茶树叶来抗菌 丹赶紧煮了茶树叶水给玛丽亚喝 经过一天一夜的折腾 玛丽亚的情况总算有所好转 对于丹对自己的照顾也非常感激 而他沉着坚强的表现 也让丹无比敬佩 有这样的搭档是很幸运的一件事 夜晚来临 竟有一对野猪从营地前经过 母猪带了六个猪子 让丹的眼睛都红了 可惜是漆黑的环境下 他没能成功捕裂 他的陷阱坑也没有收获 缺乏食物的问题摆在眼前 温度又来到了破纪录的46摄氏度 二人的状态极差 必须熬过炙热的高温 才能补充撤离行动所需的能量 危机时刻丹的捕鱼陷阱 终于给力了一次 一只肥美的澳洲龙虾到手 煮熟后是诱人的橙黄色 白皙的虾肉吃起来 那味道都无法形容 这是丹和玛丽亚这辈子吃过最好的食物 第20天上午 玛丽亚又闻到了死尸味 顺着气味一路寻找 竟然看到水面上浮着一条淡水鳄 这说明有弯饿离营地越来越近 好在他们马上就能离开 否则面对这种凶物还真是毫无抵抗能力 第21天 二人起了个大枣 打开地图确认好路线 在烈日高挂之前 他们有大概四个小时时间赶路 期间还要尽量避开水边 防止弯饿袭击 这又加长了路途 玛丽亚决定冒险走没有遮蔽物的直线 身上所携带的水应该能坚持到最后 冒着巨大的风险 二人总算来到撤离点 并迎接来了救援车 在21天的挑战中 单在北澳洲捕猎食物遭遇挫败 使她体重掉了11公斤 但她的意志力最终有了回报 找到帮助两人迈向成功的宝贵蛋白质 她的PSR从6.9上升到了8.1 玛丽亚努力克服身体极限 在过程中也掉了11公斤 但她的恒心帮助支撑两人 熬过挑战最艰苦的时期 使她的PSR从7.0上升到8.3 证明两人都有能力 在地球上最致命的地方存活 接下来让我们期待 下一集又是谁来参加野外挑战吧 他们又会面临怎样的困难 能否在野外生存21天 好了今天解说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